8月23日,妹妹Clutch Points在社交媒体上发问,阿伦艾弗森,伊塞亚托马斯,约翰斯托克顿,埃尔文,约翰逊,斯蒂芬库里,克里斯保罗能挤掉哪一位进入历史空位前路,九届助攻王家中老一对子斯托克顿, 手握六冠的魔术师,在国塞,拿二冠的微笑刺客,目前四年内杜三冠加二MVP的库里,前五里加了更多打得分后卫的艾弗森,美眉却没加入这总冠军的基德,二零MVP的那时,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,美眉或许已经对保罗的深调地位提出了质疑,明明看去保罗打球还不错,为什么他第NBA地位,经常会遭到质疑, 万而言之,为何保罗现在很难进入NBA历史空位前路,这里章鱼不妨带来三大原因,本文或许能告诉你这个问题的更衣,异性荣誉缺失NBA真正的应荣誉,核心地位的总冠军, MVP、FMVP、DPOY决定名人堂地位的得分王,以及大量一阵,一房的次数,保罗目前没有MVP、FMVP、DPOY得分王,总冠军,他有着七次一房加四次一阵加四个助攻王,他的硬性荣誉缺失的太多,甚至在我们能见乎肯定卡雷龙安东尼能见名人堂的情况下, 你也很难说保罗能拥有相近的可能性,带队能力不足当年的快船队,有着三巨头阵容,小乔丹加格里芬是联盟前五的中锋加大,前锋,到格里芙斯是总冠军级别主教练,不谈总冠军,总决赛,保罗带队多年联系绝都没进过,保罗个人数据从来都不差, 在张姆斯,哈登身边他还能拿场军18.6分加54来百加7.9助攻加命中率46%的数据,可是如果没有加盟一月到一期赛季,就拿到55胜的火箭队,他NBA生涯恐怕都见不了心绝, 他给球迷在带队上印象,离,最深的还是58这个词,行为影响声誉保罗在球场上的小动作很多,这是球迷有梦共睹的事情,比如说走迦巴利亚接门盖,走迹凯文杜兰特臀部等等,这样的行为多多少少,就影响了他的声誉,小动作可以被认为是高球伤,就像詹姆斯哈登的造发柜一般,可是这样的行为, 往往是褒贬不一,主对球迷会认为干得好,他对球迷认为很糟糕,对比微笑斯克,那时,基德,库里,斯托克对,魔术师,艾福森的场上风评,保罗明显就处于劣势,当然,未来保罗能否进NBA历史空位前五,章于这里却是不得而知,可是在本文这三大原因的背后,保罗进入这样的榜达是有难度,有争议的, 加盲火箭队之后,保罗进入已经失去了证明自己带队能力的机会,在NVP球星詹姆斯哈登身边,他已经不再是第一核心,希望他在火箭队未来能拿到总冠军,毕竟这部他自立时空位前五,至少先八名人疼这件事百分之一百确定下来吧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